我們臺灣是專給紅酸鵝主要的出口國 藝術最近是想要來控管管理 讓紅酸鵝從這個執照可以構成 不就是專業 不過現在這環保團體是很煩惱 說煩惱說這對紅酸鵝生態 造成更加大的迫害 在剛才裡面用紅酸鵝做的精品 介紹是為什麼說 臺灣印象都是全世界的 蔡紅酸鵝還出口主要國家 但是在20000半年 藝術開放核營 原本是國藝術就要盡量去採酸鵝 他背後的科學依據在哪邊 這點讓我們很懷疑 那如果沒有做科學評估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說 這樣子的量 對於這整個深海的生態 甚至對於我們營業資源 有什麼影響 管理團體煩惱說 紅酸鵝會向嚴重迫害 但是雞雅師介紹說 修正這個規定 並沒有更大紅酸鵝 採用了 只是說這個市民已經很煩惱 這個方法這個資料可以移轉 對年輕人已經高了 那他就算他自己的小朋友願不願意加入 都是問題啦 你說他一定要在他看得到的時候說 這個東西將來他 他兒子不能繼承 這個也說不過去啦 他只是在一個限定的一個 包括產天學的一個研究之下 都嚴格關係 雅蘇表示 後來他就選擇主管 兩人來做檢討 讓紅酸鵝第三個 還有保育都能處理變形 記者 中華報導